大家好,我是秦立威,了解古典音乐,关注今日音乐 认识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跟你进行这么深度的一个谈话 但是今天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价值 你给我提供了一些非常新的一些观点 问些什么问题?保留一点悬念,咱们碰撞一下才有意思 哎呦哥们,我刚下飞机昨天晚上,中门现在还没完全进轨道呢 嗨 不过我确实我也是没有想到我是能在哈尔滨跟你约的 我以为会在北京要上海,对对对对 大家是对你其实是非常熟悉了 但呢,我还是希望能通过我们这个节目 你就介绍一下你的那个成长经历 我叫秦立威 拉大气琴从,只要也不早吧,八岁开始的 只要之前是钢琴,从五岁到八岁是钢琴 妈妈叫我钢琴,然后他们出去巡演的时候是余丽娜老师陪我练琴 我记得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她陪我练琴 呃,然后爸爸呢是上交的大琴副首席 琴琴鱼先生,所以他教了我大体琴 两个乐器同时进行了大概一年吧 然后让我选一个乐器,后来我就选了大体琴 当时因为钢琴已经弹了一定的水准了 我这个人惰性比较强 所以说我感觉啊,这个现在从两条线变成一条线了 容易很多,确实曲目也浅一点 当时的大体琴,所以我就选了大体琴 呃,然后跟随爸爸妈妈一起到了澳洲 13岁去了澳洲,复小读完 在国内先拿了一个,这个好像是第一届大琴比赛在济南 儿童组的第一名之后,我就,我就去了澳洲,在那里读了中学 大学先还读了一年的金融,在莫尔本大学 然后见到我后来的老师,Ralph Kirschbaum 然后没,当时我实际上有选择到Julia,还有,还有Indiana,还有Manchester 然后后来选了英国,呃,也是因为跟随我这个老师吧 到了那儿之后呢,呃,读了,读了本科 然后硕士在伦敦读的,然后又一直生活在英国十几年 然后后来杨秀堂音乐宣,这个,这个,开始了之后 他们就邀请我去了,嗯,去了那里,呀,然后一直在新加坡现在 嗯 哪一次的事件就是让你非常坚定的走上了职业音乐家的这道路 嗯,实际上从小在富小开始,实际上一直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吧,应该说 呃,让我感觉到我非常想做这件事实际上是因为我没有做这件事 因为我在大学读了金融 有时候啊,有很多东西一直在你身边 你就会不会感觉很珍惜他 虽然我一直有演出,然后去比赛 在澳洲当时那几个大的比赛我都赢了 但是总觉得好像,因为我旁边的朋友当时我没有在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副中后面 我是在一个普通的,当然非常好的一个中学在澳洲读书 嗯,因为到大学读了金融,然后觉得哎,反而更加想念他了 然后我就,就就就就保留了学籍,保留了四年到英国,给自己一个目标吧 这四年,把自己的音乐,呃,大提琴,能推到一个什么高度 呃,成功,就继续下去了,如果自己不满意,那可能就就回去把这个这个金融这个这个commerce这个课读完吧 反正当时也是阴差阳错,我我我一直觉得呃,没有 我后来有段时间可能压力很大情况下,我记得那个时候妈妈还跟我说 你知道啊,李维,你不要感觉压力这么大,因为当时 说实在,你如果能在Mervyn教权团有一个位置,坐在乐队里面,我们就很满意了 呃,也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野心,一直觉得就是好好拉琴 呃,然后离开音乐之后发现蛮喜欢音乐,然后再走回音乐 也是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吧,这样慢慢的积累出来的,靠比赛后来慢慢的这样出来的,对 哪一次的事件就是让你呃,或者是演出,就让你觉得你受到了整个业界的肯定,有没有印象 呃,国内和国外有点不一样,因为国外呢,当然我觉得是慢慢的积累起来,而且因为我经历了在不同的国家 呃,在澳洲当然是,呃,澳大利亚当然是那个Young Performers Award,我是93年赢的,那那个是30岁以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比赛 呃,所有的乐器,然后那次赢了之后,Mervyn教权团,悉尼教权团,然后Mervyn还录了唱片,所以说在那个国度,我是靠这个比赛 呃,在英国呢,确实花了蛮多时间,当然我也是一个学生刚开始那里读书,是慢慢的积累出来 在伦敦很多比赛也好,audition也好,甚至于跟很多人拉champ music,拉十年月,慢慢积累出来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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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然后跟RMG合作 我签了RMG公司,所以这一切,呃,还有BBC New Generation,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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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me 对我来说帮助也很大,呃,中国呢,可能是我记得很清楚是中国爱乐的第一场,呃,整个中国爱乐,好像是他们的season第一场吧,呃,这个 这个鱼龙大师邀请了我拉Dubojak,那次,而且也是好像中国爱乐launch他第一个DG的唱片,呃,在,在保丽,我记得,呃,好像我那次拉完之后,呃,也在国内的,业界的很多人,呃,观众也开始熟悉我了,呃,那我,我们都知道,呃,演奏家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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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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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怎么把它练下来 首先我觉得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的局限 我觉得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 有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 总觉得这个行那个行 接很多音乐会到最后 实际上有很多人把自己的事业 是毁在自己手里面的 因为你要把自己100%最好的状态给大家 确实就像你说不容易 从一个实际的操作上面来说 我觉得这个像烧饭一样的 如果你有块牛肉 你有个蔬菜 你有点葱花 你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锅子里面 同一个时间进去 有些东西 有些作品 有些技术上的东西 确实需要时间慢慢的 你比如说你一个月之后 要拉一个很大的一个协作去 里面有很艰难的一段 非常技术上进来 你这个不可能两三天就出来的 这个可能你一个月两个月开始之前 就开始慢慢去煮那一段而已 没错 然后最后的葱花 可能就是当中一个非常需要 你当时寻找灵感的一个美的旋律而已 那这个你可能最后三四天去 或者练习这个就够了 所以这个练习准备这个一个乐际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演奏家需要学习的 或者需要自己安排的非常 津津有条的这么一个环节 让自己可以最好的状态给大家 然后心态上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每一个自己年龄的层面上 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二十几岁 当时就像我现在在一个这个比赛嘛 一个比赛实际上给一个人的锻炼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倒不是说一定要赢这个比赛 但是这个比赛的这个preparation 让你让你去准备这个比赛 在这么高压的情况下 而且说是在比赛下面的评委是 是带着一个来审视 来一个甚至于有点批判的这么一个眼光 很残酷 很残酷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如果你能活得出来的话 我觉得只是会让你更加强大 所以说我真的很多人说 这个比赛是不是对年轻来说不是特别好 确实这个现在的比赛跟以前的比赛 它含金量有点不大一样 不过我觉得通过比赛 这个一个年轻的艺术家 一个年轻的学生吧 我觉得他们可以更加强壮 他们更加怎么知道怎么抗压 更加怎么知道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有这么多曲目的准备 所以说从一个演奏家 我觉得心态上到了一定层面吧 我觉得二十几岁那时候还是在打比赛 然后三十几岁四十几岁 现在几乎要五十岁快 我就觉得实际上要享受这个过程吧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一年要接多少音乐会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 我有一个好的心态在舞台上面对大家 大家也能感受到 这个不是很玄 实际上真的是这么简单 现在大概每年 每个season有多少场 以前大概五十场 现在三十多吧 50多场确实有点好了 50多场有点 现在三十多我觉得比较舒服 比较舒服 然后可以自己选择一点 有意思的project 你知道大清曲目比较有限 当然再去拉个Elga 再去拉Dvorshack 从某种角度来说 比较方便这件事情 对乐团也好 对指挥也好 对我也好 做一个巡演你如果是Elga 你可以很快就把它主到一个层面 一个80%一个观众 所有的人听了都会觉得很满意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责任 特别是如果还比较能接受新音乐的演奏家们 我就在想如果Rosso Povich没有commission这么多伟大的作品 Rosso Povich Concerto是没有的 Prokofiev Symphony Concertante这个交响协奏曲是没有的 我觉得我们用这个责任吧 来过滤 比如说我一生如果能拉50个新的协奏曲 如果能有两个留下来的话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非常幸福了 我觉得我在这个音乐事业里或者音乐世界里 我也做出我应该做的贡献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 对我自己人生或者是事业的season的一个打算 也就是要做一点interesting的project 给国内的观众带来一些我认为非常值得演奏 值得他们听到的一些曲目 如果不给你设限的话 从历史上数下来 你最想委约哪个作曲家 为您写一个协奏曲 你说整一个历史 对 Brahms Brahms Bethoven Mozart 我们大听听都没有 你说是吧 Bethoven is Beethoven triple Of course 这个你可以算是说是一个 Bethoven从来没写过的一个大听听协奏曲 因为它大听听的分量很重 Brahms double 但是如果有一个Brahms cello concerto 我觉得是 我很想我 Pulank Pulank有一个很棒的sonata 但是它没有一个协奏曲 我非常喜欢Pulank 它的节奏感 它的和声上面的这种追求 非常非常好 当然我觉得我也有很喜欢的 一个作曲家 他写了大型节奏曲 但是我觉得拉的不够 就是Walton 英国的William Walton 包括我11月份 我跟中国爱乐广角 还要拉一个Barber Samuel Barber 也是拉的不多的 就很多实际上很棒的 只不过在各种原因下 音乐厅交响乐团 包括独奏家本身 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 take the easy road 经常是走一个比较方便的路 因为大家都很繁忙 你说要花时间去 去学习 去研究一个新的作品 是要很多勇气的 我觉得 你可能会失去 时间上吧 甚至于精力上 失去 是五场Elgar 是五场Dvorak 但是我觉得 现在我到了一个年龄 我觉得可以 稍微减少一点点 然后去做一点 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可能最终吧 他们等你退休了 大家可以记得你这个名字 但是你拉了这么多场Dvorak 我觉得你如果拉一场 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说古尔达 Fizier古尔达 中国第一次演 我应该说比较大场面 第一次演是在Misa 我跟鱼龙大师一起演的 然后现在大家都演的比较多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开端 就是我觉得 就这种 这方面的工作 可能更吸引我一点 现在 您呢是一个成功的演奏家 也担任过很多国际赛事的评委 当然也作为这个特约的 这个演奏家在出现的台上 那么你感觉选手们 在比赛时的这个状态 和他们在音乐会 这种演出的时候的状态 你觉得会有什么不同吗 我打一比方 它会不会因为 它这种准确性什么的 而放弃一些 实际上不应该这样 我觉得在一个比赛的情况下 最起码我当时在比赛的时候 就把它看成一个演出 一个好的 或者比较经验足的一个评委 或者评委群吧 我们不应该看到 一点小的错误 把它看放大 我觉得我们都不是机器 我们每一个人 再伟大的演奏家 有时候在台上 一些小的披露 肯定是难免的 但是有些演奏家 有些我非常尊重的演奏家 就是他甚至于一个音 还没发出来的时候 你走上台 你就被他抓住 有些是 哪怕前面就是一个八个小节 贝多芬都滴滴到C Major 拉这个八小节 拉完之后 你就感觉得到功底 感觉得到他的品位 感觉到他对这个作品 他对人生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赛选手 应该关注的 真的就是现在拉琴 拉得好的人太多了 而且因为我们最终吧 虽然我刚刚说 我们要接触很多新的作品 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在 基本上在演一两百年前的作品 那技术上的这个能力 我们是越来越强 我亲身感觉到我们 我小时候如果要学一个作品 功法是要听磁带听出来的 因为我们当时听音乐会在上海 也没有这么多机会 对吧 也没有这么大大师到上海来 我不知道执法 不知道功法 又没有视频这么简单 我听是要靠磁带听出来的 但现在的学生 我让他学一个新的协作曲 甚至于Vocia Concerto 你电脑上三个click 你可以找到五十个版本 要学一个作品会很快很快 你可以马上就过滤 把一些差的执法功法过滤掉 然后把自己喜欢 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些演奏上的方式 马上就能学下来 但是有时候啊 我一直觉得走点弯路不是件坏事 我觉得弯道超车 可以把你提升到一个 很快能达到 做到这个作品的一个高度 但是有这么一个磨练吧 走弯路实际上是个磨练嘛 让你可以对这个音乐的 这个深刻的理解 更加更加加强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 拉琴拉到好的人很多 要打动我的人呢 我觉得有肯定是有的 但是在比赛这个状态下 我觉得要做到打动人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真正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你现在目前 也在杨又桃担任教职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教育的这一方面的问题了 你觉得是不是现在的学生 就是因为资源太过于丰富 反而变得懒了 我不觉得他们懒 说实在 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是这样 就是拼命练琴 现在所有人都会 我觉得我去这种大的比赛 Geneva competition 我觉得 以前我去老财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60个人去 可能还是有10个炮灰 基本上 10个一听就觉得不行 现在这些大比赛 我前段时间到伊桑云 那个韩国那个比赛 我真的觉得每个人都能拉 每个人都能拉的前提下 那么我们在比什么 我觉得就是在比taste 就是对品味 就打个比方 你如果把Elga协作曲 拉得这么挣扎 但是恰恰是让Elga的这个协作曲 上面第一个一句 第一个字就是Noblemente 就是要高贵的 就是你再痛苦 你再挣扎 你还是要带着尊严的去活下去 这么一个 这么复杂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 学生在学习的当中要领悟到 那可能就像你说的 资源太丰富 这种复杂的东西就没有了 他们练琴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拼命在练琴 听的可能也会比原来少 听的 听的范围 对 我是这样觉得 我接触这些学生 他们听的也不少 但是仔细听的很少 他们总觉得戴个耳机在那里做点事 反正作为背景音乐 他就听了 这个不是听 这个跟听音乐是两码事 你听到一个处理 他只是听到一个表面的处理 然后就去模仿 这个实际上是 这是害自己 你听一个处理 你要 你要 找到他为什么这样处理 我不反对 这个学生听录音 我希望他们听得多 但是听到的一个处理 不是 就是只是去模仿这个处理 因为他觉得一瞬间那种快感 听上 听觉上的一个快感 但实际上他不知道 原来这个伟大的音乐家 他在前面已经埋下了伏笔 你听到了这个一个小的亮点 可能没有引起你大的注意 但是第二个亮点出来的时候 原来这个亮点是有历史的 像这一类的东西 他为什么第二个亮点做得这么大 他们不去听的话 你就永远不会真正的领悟到这个作品 或者这个音乐家对这个作品的一些 一些一个布局吧 所以说你如果只是模仿表面的话 你会会非常 这个这个得到的一个效果 会非常怪异 他可能这个 他喜欢的这个演奏 在他模仿五个点 他稍微不喜欢的一个 他模仿一个点 那就会出来一个四不像 而是我觉得你如果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做 真的是 find out吧 这里面的原因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得到的效果会不一样 那你觉得 比如说是 你在小的时候 这种学情的这个经历过程当中 和现在的 你的学生们小朋友们 你觉得这个 大家的这个审美 还有这个Taste 这两代人吗 有没有发生什么转变 非常好的问题 我并不觉得我小时候Taste 非常好 说实在 因为我们看的听到太少 我自己的过程 我觉得是 因为我经历了三个国度 而且不是真的是 过去旅游一个星期 在中国13年 基本功什么都打得满扎实的 去澳洲 所谓领悟到的西方文化 也是一个新兴国家的 这种西方文化 我不是 可能真的不是欧洲 不过呢 他给我很多自由 他给我很多想象上的 创造上的一些空间 很大的空间 说实在 然后再到英国 然后在欧洲这么多年 说这个让我感觉到 对自己对审美 我也不能说一定高到哪里去 但是我觉得最起码 自己有个标准 而且我觉得一个审美 一个有标准的审美 实际上是要自我有点约束 我觉得这个约束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只是放开 没有一个自由 没有规矩 就没有自由这个两个字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很多人就 我只要表达出 表达出我自己内心的这个世界的话 就怎么样怎么样 实际上我觉得不然 我觉得是要知道 这个边界在哪里 在这个框架里面 你画一幅油画 你这个框架有多大 你准备画多大的油画 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现在的学生呢 我觉得他们资源很丰富 但是因为资源很丰富 他们并不是把它当回事 而且呢 我觉得审美这个东西 需要积累的 我们演出 如果说一个家长 带了一个六岁的孩子 来听Shostakovich 所谓的熏陶 甚至于Brahms 甚至于Mozart 我不知道他在审美上 会给他提升多少 我真不知道 但是他在六岁的时候 他可以听点 他比较能接受的小作品 让他就开始觉得好听而已 但他到十几岁的时候 这个好听会转变到一个悦耳 或者说能稍微在情绪上能加深 到二三十岁 甚至年龄更大的时候 情绪去带过旋律 换句话来说 旋律 和声和节奏 在越小 年龄越小 我觉得是旋律 肯定是听到最多 等着你越大 你对节奏 对和声的敏感度 应该是加深 这一方面 我觉得是一种积累 每个学生都需要积累 只不过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都像快餐式的 要你很快能达到一个 我们当时比较好的 就是我觉得 因为拉琴的水准 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我觉得 就世界性来说 我觉得有很多时间 有很多空间 给你去慢慢地去找到 自己的声音 现在我们对所有的学生 因为他们要来 这种大的比赛 的目标 就是你要在这个情况下 作为一个13岁 能拉到19岁的一个 或者是29岁的一个水准 那这种审美 可能很多时候是一个 不是非常自然的 因为它不是 积累出来的一个审美 而导致 而且现在你看 我们小孩子 很多时候都是 我在拉阿尔加协作曲 我是十五六岁 现在上阴八岁九岁 都可以开始拉 但是它带来很多问题 我觉得 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就是说 怎么说 我听过 我亲身经历就是 有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学生 名字不说 曲目也不说 但是他是很小的时候 拉了这么一个协作曲 然后我们在杨秀桃 有一个协作曲比赛 他要去参加 然后我听了一下 听完之后我就觉得 没写 为什么呢 因为他十九岁 二十岁在拉作品 就像一个十一岁 他第一次拉的时候 一模一样 他这里面的八年 虽然他生命在成长 他自己经历在成长 但是对这个曲子的认识 还是停留下十一岁 那时候我就在纳门 他技术是有点提升 肯定是提升 那为什么还停留下 因为什么 因为他十一岁学的时候 一个老师也好 甚至于他自己也好 甚至于观众也好 甚至于父母也好 不可能真的精益求精到 让他听上去 练的时候 像一个十九岁这样在拉 我们肯定是不停在放 不然的话 你这个协作曲 Divorcia也好 Elga也好 普罗也好 你不可能 你第一个小节可能就花一天 因为他做不到 但是我们只是追求 一个进程的话 那把它拉下来 谁都能拉下来 现在谁拉不下来 只不如是稍微有点烂而已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养成了很多坏习惯 对这个作品的认识 对甚至于技术上的一些妥协 这都带来在你真的要拉 十九岁二十岁 要去改这些坏习惯 因为手指他们是没有耳朵 他们没有是组件的 所以说他们只是在学一个方式 你哪怕学错语音 或者说 比如说或者一个不好的执法 因为妥协你当时年龄小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不同的拉法而已 对手指来说 是一个不同的拉法 他们不知道对和错的 然后你到二十岁的时候 你说我要变 再把它变回来 那你还不如 就是十九岁时候学 没错 当那个时候 你整个技术的能力 你整个审美 你对一个 世界观 价值观 都比较完整的情况下 你去拉这个 更何况 还有这么多曲子都没拉 因为跳跳跳跳 不停地跳 所以说 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这段时间 我听了很多 国内的一些 情同们的一些 我觉得 最 让我感觉到 需要提醒他们的一件事 那如果你要是碰到一个 十八九岁的这样的学生 你会怎么样去处理 他的这些问题呢 我希望 我要提醒他 你可能 要抹 要抹去你所有 以前对这些 那不是说所有吧 我可能说了所有 太 太极端了 但是很多你以前的这些 成就的坏习惯也好 坏的 或者是比较 比较妥协性的一些理念吧 因为当时我们不可能经营求精 当时十一岁 拉一个 协作曲是不可能经营求精 我真的经营求精的话 你寸不难行 那你刚才提到了 咱们国内音乐学院的这帮小朋友 那我问一个问题 可能不是非常好听 那你觉得 我们国内本土培养的这些 青年少年的音乐家们 口音重不重 重的 是完全可以从他的演奏当中 分辨出来 对的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我觉得第一呢 因为他们想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学到这些曲目 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些曲目 那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在这么年轻的情况下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模仿 模仿可以让你很快地达到一个 听似好像还可以的一个状态 但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很多 比如说Rubato也好 或者是Celerando Ritadando 这些东西 他不是从骨子里面知道 为什么这样 他的这个模仿是没有逻辑性的 他只是听了一个 拉琴的一个方式 而且这个 他不是每天听的情况下 他所有的这些模仿的状态 他会放大在你耳朵里面 他在你心里面 在你脑子里面会放大的 本来只是一个演奏家的 一个唱片的一个 很小的一个转变 在他脑子里面 他听到之后 过几天之后 这个是我经常见到 他在脑子里面会放大 然后你再去叫他听一下 这个原版的 他自己也都没想到 原来我已经放大这么多 这第一件事 就是要他模仿 第二件事 曲目的学习比较窄 也会导致他口音很重 你说你看这些 已经拉读欧俠克的 或者说十三十四岁 拉读欧俠克 艾尔加 甚至于普罗的这些孩子 拉了多少奏鸣曲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一直提倡 你并不说一定要把整个 贝多芬奏鸣曲拉下来 但是我希望他们十岁十一岁 能碰一个乐章的 一个贝多芬奏鸣曲 一个乐章的 Brahms的奏鸣曲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 语言上的一个能力 就音乐语言上的能力 会有很大的提高 这就是可以抹去 你很多口音的 一个很好的办法 甚至于这个巴罗克音乐 不光是这个巴 我们所知道的巴 你拉点CPE巴 这种巴 实际上是让你的那个巴 我们熟悉的这个Jazz巴 要更加能体现出 你对巴罗克音乐的一种 演奏法上的一种熟悉吧 你不光是拉这个巴 其他的巴也拉 其他的巴罗克的音乐也拉 这些口音实际上就是因为你 就这样说吧 你如果从小出生在一个城市 你这个普通话 就像我这个普通话吧 永远是上海人 上海普通话 但是如果我小时候 我北京也住过 上海也住过 天津也住过 广州也住过 可能我的普通话 就不会这么口音这么重 就这么简单 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我们在国外的时候 感觉如果你是一个交响乐团的 一个乐手什么的 我们大家就觉得 这个非常好 但是好像如果要在国内的话 你如果是进了一个乐团的话 大家就觉得爱不够 我们要当一个独作家 好像国内大概 大家所有的家长 包括孩子 包括老师们 是不是都奔着这个独作家的目标 我们小时候最起码是这样 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小时候真的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奔 那可能跟学习的曲目 实际上也有关系 因为我所有学的东西 Sumann 协奏曲 Elga 协奏曲 这些都是协奏曲 你总觉得我的梦想 眼睛一闭站在那里练 在琴房里面练 后面是一个乐团 在帮我做伴奏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喜欢音乐吧 我觉得是不光是喜欢协奏曲 Chair Music对我来说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对调性的和声的这种理解 就是我有时候 我跟学生说 我不知道有时候 他们能不能理解 就是你在拉一个旋律的时候 你觉得你如果在后脑勺 你能听得到 它整个和声的话 你上面这条线会变的 甚至于你说 La Dorshack 你那个同一个音 乐队变和声 你这个声发是同一个声发 但是你这个声发是分两块的 第一个和声和第二个声 如果你这条线 你这个声发能在里面 转一下 变一下音色的话 变一下那个color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这也是让听众能感受到 你的音乐的复杂度 所以说这个 这些东西呢 要你非常喜欢音乐 喜欢听交响乐 喜欢听室内乐 才能感受到 但我不知道 大家因为大家很多时候 听一个音乐是为了 把自己现在现成的 这个拉的东西拉得更好 所以它是有个目的性的 它不是发声 发自于内心觉得 我非常喜欢这个音乐是拉 这个我觉得区别蛮大的 你渴望就是坐在乐团当中 然后跟大家一块 我拉过乐团 我悉尼教权团 当时叫我去 我正好 我刚刚说的所有东西 都结合在一起说吧 我老财赢了奖之后 你知道这种大的比赛 虽然后面给你机会很多很多 但是你张三赢了 也是拿到这个机会 李四赢了也是这个 他是针对 他已经签好合同的 然后两年之后 我就一下子 这个season从80场 一下子降到40,50场 当时 当然我现在看看也是蛮忙的 不过 不过确实有一个月 半个月有受控的 然后悉尼教权团就叫我去 问我有没有空 当时他们的首席 Cady 正好是怀孕了 然后我就去了 第一个作品就是Sibelius Five 我巨难无比 我当时我就懵了一下子 第一个排练 其他的人可能拉一个协奏曲 没有我拉得好 其他九个人 但是他们乐队经验 而且他们眼睛和手的关系比我好 我是耳朵和手的关系不差 但是就因为一直拉独走 但是拉乐队的眼睛和手的关系 会比我快很多 我当时那天晚上我就拿了一个纳索斯的唱片 然后我当天晚上都没睡觉 我就把它整个Sibelius Five的那个大提琴部分 像学协奏曲一样把它学下来了 是这样来很快像集中训练营一样 把自己提升到一个 所以说我对拉乐队 我当时拉完之后 我非常尊敬这些乐手们 因为对我来说这个非常大的挑战 他们每个星期都是新的曲目 对吧 这个也是我觉得 也是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说拉乐队 我曾经还有记得 我在Manchester 我在刚开始教书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女孩 比我大一两岁 跟我在读硕士 跟我读 然后呢 我在教她 我忘了是Stravinsky什么的 然后我说这个作品 你要拉得像独奏家一样 非常钢琴虽然重要 但是你还是要非常突出自己 我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因为当时跟我学的 甚至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都是什么梦想 梦想成为某某人某某人 独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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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英国女孩就跟我说 她梦想就是想在乐队里面拉 我第一次听到 实际上是第一次真正听到 从一个人口里面 非常真诚地这样跟我说 我都被她雷到的 那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你想 这么多伟大的交响乐 我能坐在这个乐队当中 如果我当然坐在前面一点 它就像个surround 环绕音响 我能享受到这么好的音乐 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那我却确实觉得 有这么一个理想的话 实际上也是非常幸福的 你有哪些比较惧怕的音乐 作曲家吗 惧怕 就是不想 就是害怕的 害怕的 我想想看 我的演奏触境面 确实蛮广的 所以说 你说老的作曲家 就是这些几百年里 对 我以前趴过巴赫 但是现在还可以开始拉巴赫了 我觉得也自己逐渐地找到了这种感觉 以前怕巴赫 我觉得是因为感觉到好像是自己还不够成熟 第一 第二呢 记忆上 要要背 但是我前年开始 去年也有就是开始一个晚上三组 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是看你怎么学这个巴赫 就是你如果在你脑子里面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地图画好的画 我觉得还不是特别特别压力 我觉得现代作品吧 现代作品比较惧怕 不是怕 我觉得要拉好它 我觉得可能责任性更大 因为就像我说 如果一个现代作品拉得不好的话 可能这是最后一次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对 是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你拉得好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作品传下留下来 这个我觉得压力蛮大的 特别是一些这个刚写完协作曲 希望我拉的 马上我还能跟他们一起合作 我说这个地方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理想 我觉得这个可以再怎么样怎么样点 目的也就是可以让它更加发扬光大 流传下去 不过这个压力就是要 我就觉得要把它做好的话 这有点压力 对 你现在每天还有多少时间 可以专心聆听一下音乐吗 听啊 我在飞机上经常听 但是我不大听大体性节奏 我说是这样 听点chamber 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听Betaline Quartet 从头就 也不管是哪个跟哪个放在一起 反正我就在我的playlist里面 就不停就Betaline Quartet 从早期的晚期的 就它自己串 我就想感受一下 实际上我有时候听 因为你把一个曲子听了熟之后 你往往不去听它旋律了 你在听它里面inner 里面中间下面这些线条 我越来越感受到它的魅力 现在有什么作品 是你非常喜欢 但是还没有机会拉的吗 有很多 有很多很多 协作曲里面有很多很多 Dutier Lutislavsky 实际上这些东西 在大学时候都学过 没法跟乐团提是吧 都给你安排好曲目了 第一是安排曲目 第二大家都要考虑很多东西 特别在国内对吧 你说票房啊什么都是 你那一个Dutier 所以说怎么说呢 这个太多方面 你有一个愿望 这个是自己放在 自己内心里面一个愿望 但是你看到你自己的Schedule 时间安排 也要真的是要腾出一个月 来学这个作品 甚至于再重新 重温这个作品 都需要三个星期 我觉得 然后再怎么样 然后你三个星期 只拉一场 对吧 你肯定想多一点 那你要跟这么多 阅队团坑的说 可能吗 我觉得是可能的 但是真的是要去花点时间 要去做计划的 所以说这次 中国爱乐 11月份问我拉什么 是Elga吗 怎么样呢 我说Barber 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当然Barber 还没有像Dutier Lutislavsky 这么极端就是 我觉得观众 还是能接受的 多多少少 所以说慢慢再往那靠吧 再等一两年 我可能还会带一点 比较新的东西进来 好 期待 有没有哪一场演出 你完全作为一个听众 在台下听 然后让你就激动的不行 甚至是寒毛都立起来 有有 Miklish Pereni 跟那个Andre Schiff的 Bethofen 我在英国听过 然后我在纽约听过他们 他永远给我这什么感觉 就是旁边这么多人 但是开始听他们音乐会的时候 我就感受不到 也不会去看旁边任何人 我觉得有三个点 一个点在他们这 一个点在我这 还有一个点在上面 这一个triangle 就是当然不是说 我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觉得他们 他给他能量也好 他给他能量也好 反正让我感觉得到 旁边什么东西都不重要 这两位音乐家 给我有这种 这方面的一种 启发也好 一种感受吧 Pereni 真的是音乐家中的音乐家 我不想 他不是这种明星 但是他能让我感受到 为什么我喜欢音乐 OK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了 在音乐之外 你有哪些什么特别的一些爱好 或者一些兴趣吗 我的家庭吧 我觉得 我觉得虽然这个问题 这个回答是非常 一大方向 大家都这样说 但是确实 因为前段时间 在COVID之前吧 我跑了很多 这是真的是在家时间很少 然后疫情开始了 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 开始还真不大习惯 跟我太太也好 跟孩子都不是特别习惯 但是经历过这个疫情之后 你发觉出 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这是很简单的点点滴滴 是有多么的美好 所以说我现在 就是演完我就走 因为我想回到他们身边 我觉得 而且我两个儿子 他们一个已经16岁了 马上就要离家 到自己的世界 去闯荡这个世界了 所以说我很珍惜这个时间 我觉得一个平衡的生活吧 是让一个音乐家 可以真正的去做他喜欢 做他爱的事情 如果不平衡的话 你永远是在弥补 某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点 我觉得你减少音乐会的场次 也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我觉得确实很多音乐会来说 我就说可能这等明年吧 怎么样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找到自己能第一 最好的状态带给听众 观众 第二 找到自己一个 让自己比较舒服的平衡 让自己可以专注于 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很多音乐家 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 经常奔波在外面 然后一转眼 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 都成长得这么大了 然后感觉突然好像失去了 很多很珍贵的东西 我就觉得可能 就是这个COVID这段时间 让很多人都突然静下来 重新认识自己 对 而且说实在 我觉得教学也好 演奏也好 到最后什么目的 我一直在问 现在在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 为了什么 我觉得到最后 是想留下一点 有价值的东西 没错 这个有价值 又是怎么去categorize 怎么去定义 我觉得 比如说音乐会吧 你拉五场 十场 二十场Dvorak OK 你能说明什么 说明大家还喜欢在台上看到你 但是作为你自己 这二十场议会 如果能减到十场 你能让自己真的去 重新认识这个作品 当然重新认识需要时间就是 我们的时间 大家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重新认识之后 今年这个十场 把它这个二十场分成 十加十第二年 再拉这个十场的话 我觉得这个第二年十场 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如果你能连着时间 这样做的话 你跟这个作品的一起的 这个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比你这个一百场 如果是连着就这样拉 我觉得肯定是不一样的